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播出时间上 这档新节目已经取代了快本 之前招商会的时候 策划按上快本还处于升级阶段来着 不成想数月过去 改版改着改着就直接消失了 这场告别 让等待着的观众被打得措手不及 还没来得及好好说再见 就要接受实施 所以 当新栏目强势定档之后 能在热屏下看到 你长得好像快乐大本营这样的心酸发言 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平台是有自己的考量的 与其抗议 不如尝试着来看看何老师带领的新家族吧 何炯C位亮相 除AI之外 还会有三位实习主持加入 何炯的回归 对于观众而言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作为台里得意伤心的老前辈 他的身上古学者超于远于扁 而且呢 就上台能力来讲 他也是一位不能缺少的人才 在预告中 他是新组合里唯一一位跟大家见面的 在后期说完台词之后 他站在聚光灯下用你好接上 短短两个字却是观众等待很久的C位再见面 曾经他是快乐家族的中心 现在他一个人站在舞台上 看起来还有些不适应 不过不用担心 除他之外 还有四位主持陪伴着他 这早早公开的一位是芒果的小样 在预告里面就有出场 而另外三位实习主持是圈内的新人 从给出的提示词来看 首先三位都是专业的 且在各领域的阅历不低 有宝言北大的 也有拿下综艺冠军的 关于人选 皇子洪帆被多次提及 希望能在正片中看到他 四位常驻嘉宾已定 网传谭松韵已经完成飞行录制 主持人还需要慢慢培养 一开始就让何老师一个人站着讲也不大可能 所以节目开始录制的时候 四位常驻嘉宾就被曝光了 梁梁蔡少芬在内地发展之后呢 与老公张静先后与芒果台合作愉快 本身性格就讨喜的他 拥有《甄嬛传》的国民度 是嘉宾的好人选 王鹤帝 秦潇贤两位是新生艺人 前者是偶像 后者是喜剧人 再加上哥哥里的布瑞吉 这个组合没有流量化 看起来配置还是不错的 在常驻嘉宾确定之后 网传谈松韵作为飞行嘉宾 已经完成了录制 拍摄的是第三期的节目 大概会在明年一月中旬播出 年初靠着古装宅斗获得高流量的他 不仅是抗剧还扛综艺 期待他在新节目中的表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